这里是八爪鱼,天天版明星,拯救不开心 说起大导演身边的女郎,你会率先想起哪个? 是邦女郎还是新女郎? 007系列的邦女郎作为女郎的起源 在传入国内饮食圈后,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不可否认的是,功成名就的大导演们拍摄的影片 天然就带有曝光度 所有演员一旦有机会出演这类电影 就有机会借着导演的春风顺势而起 像某女郎,新女郎,龙女郎,冯女郎 国内已经出现一批类似的群体 某女郎应该算是其中标签代收时间最早 关注度,话题度最高的那一群演员 其中有的早已功成名就,有的高成低不就 还有些早已退出了演员行业发展的天差地别 让人唏嘘不已 话不多说,这期就让我们看一下某女郎们的现状吧 首先就是功成名就的标志性某女郎 如果要从张艺谋35年的导演生涯说起 选择各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某女郎 那应该是60后的龚丽,70后的张子怡 80后的妮妮,90后的周冬雨,00后的柳浩寸 第一代某女郎龚丽两人相互成就 1987年张艺谋刚从演员行业迈进导演生涯 准备筹划自己第一部电影《红高粱》 女主选择可犯了难 因为角色很关键,选择过程很谨慎 经过几轮选拔定在了石可龚丽这两个人当中 当时石可是名气最大的,并且她身材风雨 长相也符合原主中对九儿的描写 但张艺谋经过对比最终还是选择了龚丽 当时龚丽还是大儿的学生 外表看起来很清纯 但是试镜后张艺谋看中了 她身上那股泼辣劲 原著作者莫言对张艺谋选择了龚丽不太满意 认为她可能是看走了眼 甚至害怕电影会砸在她手里 但是最后电影拍出来 证明张艺谋的眼光是对的 1988年 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金雄奖 龚丽出道成名 张艺谋和龚丽的关系 在所有某女郎中应该是最特殊的一位 因为拍摄红高粱 张艺谋和龚丽两人开始谈起了恋爱 之后又一起合作了多部电影 代号美洲报 局斗 大红灯笼高高挂 秋菊打官司 活着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满城近带黄金甲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杀青当天 两人的感情走到了结尾 但多年的感情让双方相互成就 两人合作的电影三次提名奥斯卡 五次提名金球奖 张艺谋也因此奠定了自己 在华谊影视圈的定位 即使在离开张艺谋后 龚丽的职业生涯 仍然是顺风顺水 与陈凯歌孙周的合作 同样成绩斐然 现在的龚丽拿奖无数 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 嘎那国际电影节特别大奖 还多次担任各大电影节的 评审团主席 但如果没有最初张艺谋 红高粱 龚丽的演员生涯 还会如此顺利吗 另外就是最红的 某女郎张子怡 张艺谋和龚丽分手后 两人很少再合作电影 张子怡成为了新语人某女郎 年轻的张子怡 舞蹈专业出身 长相清秀 但不是非常漂亮的那种 但恰好是张艺谋会喜欢的长相 我的父亲母亲 是部小题材艺术电影 在挑选赵蒂这一角色 张艺谋相中了 青春扮相的张子怡 一段小跑的剧情 将笨拙又青涩的感觉眼活了 让漂亮明媚的赵蒂 走进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张子怡凭借我的父亲母亲 终是赵蒂 拿到了当年百花奖 最佳女演员奖 2000年 李安导演的 卧虎藏龙荣获第73届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等四项大奖 这是华语片 第一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家 最佳外语片的影片 张子怡在电影出演了 代表着龙的玉胶龙 一举打响了国际知名度 卧虎藏龙的成功 不仅改变了张子怡的职业生涯 也给张艺谋指出了 艺术风格改变的新方向 当时张艺谋正在寻找 自己艺术第二春 尝试多种风格 但都没有成功 而李安的成功 让张艺谋和她的新画面影业 看到了未来的新发展方向 英雄是张艺谋的转发之作 英雄 十面埋伏 满城近代黄金甲 张艺谋连续拍摄了多部武侠电影 其中张子怡出演了英雄和十面埋伏 都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收获了国际国内双重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两部电影全部获得了当年华语冠军 英雄更是刷新了华语影片票房最高纪录 连续几部电影的成功 让张子怡在拿满华语影票最佳女主角的同时 也成为了国内最火的影视明星之一 奥斯卡金像终身评委的身份 更代表着国际对于国际张的认可 随后张艺谋更是挖掘出了 新一代的某女郎周冬雨 2010年在商业片厮杀多年的张艺谋 决定要拍摄一部文艺片 山楂蜀之恋 山楂蜀之恋风格上和我的父亲母亲 同属于怀旧电影 所以张艺谋会相中的周冬雨的原因 其实与张子怡有些相似 为找到那位带有上世纪清纯气质的理想女生 张艺谋的团队走遍全国各大影视院校都没相中 所以又开始向下搜寻普通高校和各类舞蹈学院 当时周冬雨还是位高三的学生 去报考舞蹈学院被团队发掘 完全没接触过演员行业 是真正一张白纸 并且长得小鼻子小眼睛 也不是一位绝对意义上的美女 很难会有人看好她 但张艺谋还是从6000多人的录像中挑选出了她 后期周冬雨在影视行业发展越来越好 也证明张艺谋当时没有看走眼 2016年周冬雨凭借七月雨安生 拿到金马奖影后激动到落泪 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是干电影这一行的 今天我拿到金马奖影后 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带我入行的张艺谋导演 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 以上都是红的发紫的某女郎 但也有一些高不宠低不就的人 某女郎的身份 给予了演员起步的高平台 但是后面的发展还得自己的本身 正所谓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不少某女郎在最初的高光之后 都难逃高开低走的命运 她们有的是自身演技水平不佳 有的是自己作的 也有的是使运不济 但不管怎么 她们终究是因为各种原因 浪费了某女郎的好平台 首先就是董捷一手好牌 打得稀巴了 2000年春节晚会 舞蹈演员出身的董捷站在 一个简单的亮相 就惊艳了所有人 同年 董捷出演了张艺谋的电影 幸福时光 成为新一代某女郎 董捷气质清新脱俗 长相在历代某女郎中 排得上前列 收获了观众的好感 董捷最经典的作品 是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 这个高雅 闲静的角色 似乎就会为董捷专门设计的 董捷在打破了历代某女郎 不出演电视剧传统的同时 也成为了无数观众 心中的白月光 与王家卫的合作并不成功 成为董捷演员的转折点 而出轨王大志 陷害前夫潘远明的事情被曝光 彻底击碎了观众心目中的 玉女形象 视野一落千丈 不过这一切 也都是他自己亲手造成的 众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并不值得可惜可怜 如今 已经很少有很多人提起董捷 也逐渐遗忘了他某女郎的身份 除此之外 还有妮妮 千里挑一选中的新人演员 深渣鼠之恋拍摄角色选拔 导演团队走遍全国26个城市 已经非常夸张的 但是真正困难的 还是精灵十三差的选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次需要一口气挑选13位演员 难度可想而知 电影光筹备过程 就花费了三到四年的时间 而妮妮是张艺谋千里挑一 选出的角色 选定妮妮出演赵玉默 是张艺谋口中 这三四年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电影总监张伟平 曾想让张艺谋替还掉妮妮的位置 但是张艺谋直接给拒绝了 后来张艺谋和张伟平决裂 妮妮为了之欲之恩 站到了张艺谋的背后 但当时妮妮已经签约了 张伟平的新画面影业 所以事业发展难免受到了影响 后来接受采访时妮妮直言 自己是没有作品的演员 夸别人可以夸作品 但夸我只能夸我美 妮妮目前仍保持非常高的曝光度 但以某女郎的身份 在影视行业内高开低走 也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刘浩存 可谓是黑红体共存的最新某女郎 刘浩存已出演张艺谋指导 一秒钟女主出道 并收获了当年亚洲电影大奖 最佳新人奖 之后刘浩存又接着出演了 张艺谋的另一部作品 悬崖之上 可以看得出 张艺谋对这位新人 某女郎的喜爱程度 除了张艺谋导演的两部作品 刘浩存还出演了 2020年上映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 收获了非常高的知名度 连续三部作品的上映 再让刘浩存获得了 远超前几任某女郎的 曝光度和讨论度的同时 也承受最多的争议 有观众认为 刘浩存演技得不配位 对他为什么可以获得 如此多的影视尊元 表示不理解 再加上其在接受采访时 过度自信的表态 难免让不少观众 产生了反感情绪 刘浩存作为新人某女郎 演员生涯才刚刚起航 未来如何发展 真不好确定 正因为张艺谋喜欢使用 没有雕刻过的 蠢新人演员 所以也会出现 出演完处子做后 就退出了 演员行业的某女郎 他们有的开始 进军导演行业 有的回到原本的正常生活 比如魏敏之最土的某女郎 话剧电影电视节目 主持他都有所涉猎 魏敏之是张艺谋的第二位某女郎 时间还要早遇张子怡 同时他也是第一位 河北级的某女郎 第二位则是后来的周冬雨 他13岁本所出演 一个都不能少 被观众们所熟知 1998年张艺谋在 河北张家口的一个 偏远小山村发现了魏敏之 开始张艺谋 没能挑中这位朴素天真的少女 但最后一次试镜当中 魏敏之用自己大胆的表现 征服了张艺谋 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演完一个都不能少之后 他逐渐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现在的他成为了一名导演 主持人 虽然没在影视行业取得发展 但对于他原本的人生 已经是发生了天反地赋的改变 蒋文 离开国内影视圈赴日本发展 在被张艺谋发掘时 蒋文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二的学生 2004年因出演张艺谋表演的电影 千里走单级出道 在影片拍摄 认识了日本著名演员高苍健 这让他对日本文化产生兴趣 成为某女郎 使得蒋文也曾考虑过 是否顺势进入国内演艺圈 但他思考再三后决定放弃 2007年硕士毕业的蒋文 签约日本经纪公司赴日发展演艺事业 在日本发展多年的蒋文 话剧电影电视节目主持 他都有所涉猎 相较于其他某女郎 蒋文显得与众不同 他完全抛去了某女郎的标签 回到了自己的生活 大浪逃叉 没能把握住机会的某女郎 也难逃被时代淘汰的命运 这也是为什么某女郎数量不少 但真正能够成为全民皆知的 隐心某女郎的根本原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想听 发展与盘点哪些明星呢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讨论哦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在下方的留言区ato